老师您好,大概学书法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。 然后,其实我在书法这条路上,其实是比较,不是直线行动,是比较有些波浪式的这样。 因为,其实,最开始的时候,我那会儿还年纪比较小,心智还未定,然后比较心服气躁吧。 然后这个时候书法就写不好,其实当时越写不好,心里也比较烦乱。 然后,慢慢地,就是读清点,然后慢慢让自己的心定了,还有就是念破。 这样的话,就是书法可以写得越来越好。 因为,感觉其实就是自如其连,当你真正地写出来,写出来的就是你内心的这个状态。 其实,个人的性格就是,写书法不是在写字,而是其实在写心。 对吗? 对,谢谢老师。 也是修行。 诶,张同学是哪一省人呢? 清光寒。 哦,对,一听就是北方的口音。 我借花献佛。 我们汉学院书法的指导老师,张清泉老师。 他也是跟学工学习。 他有四句话很好。 言为心生,自如心化。 。 了解自心不与他比。 其实写书法就是写心,就是修行。 自心一触,无事不办。 哇,这写书法可以写出禅定来哦。 你看老法师的字。 最后呢,一笔不苟,一心不乱。 这个话有味道了。 我们把它延伸开来啊。 比方说张园长,他在幼儿园负责了。 这个一笔不苟,一心不乱。 就用在他在做事,哪怕是跟自己同仁在沟通。 也是啊,一行都不苟。 一言一行啊,都是真诚对待。 真心对待。 一笔不苟,一行不苟。 一心就不乱。 所以处处是道场。 执行是道场。 用真心的时候就是道场。 不用真心就造业了。 所以执行是道场。 下面这句很重要。 无需甲固。 没有应付的。 没有怠慢。 当然也没有攀比。 没有得失。 写书法有得失心的时候就写不好了。 做事啊,有得失心也做不好了。 所以夏年居老居指导我们做事啊。 不计较忍我。 不沾顾得失。 不基于意气。 不迁于感情。 这样才能一行不苟啊。 一心不乱。 因为这些念头一起来。 心就乱了。 计较忍我啊。 沾顾得失啊。 基于意气啊。 潜于感情。 做不好事。 就造业了。 能够真心去做叫功德啊。 所以每一天是积功烈德啊。 还是造作轮回夜啊。 都在一念之间。 很欢迎你参与啊。 这样的交流啊。 因为我也有一点年纪了。 看到你们就特别欢喜啊。 你这个名字也是可能跟写书法有缘。 心要专一啊。 就能把书法写好。